我来美国已经二十多年了 在这里上高中上大学 我现在是个职业会计师 我是中国广东省过来的 我们就住在一个比较盆穷的村子里面 所以我们在国内的生活是比较苦 比较困难 所以我大哥就有个机会来了美国 他在这里建立了房子之后 他就开始很辛苦的工作 赚钱把我们担保过来 我在上高中的时候 当时根本就没有想过能够去上大学 只是知道我现在是第二次机会 我一定要刻苦学习 刻苦学习 所以我很勤奋地学了两年高中 后来就尝试着去考大学 后来被一家大学录取了我 录取了我真的我还是忙忙的 不知道要学什么 我就刻苦学习了两年大学 就是John Cole那个pre-pharmacy 我读完两年之后考不上pharmacy school 然后有个伙众机会一个亲戚过来 就跟我讲了他去报税 说哇那个报税的会计是很厉害啊 很聪明啊 问他什么他都会啊什么的 我想啊会计那么我也写会计好了 这样就去专攻了会计 到现在呢当然我英文也好很多 然后我职业上也算是有了很多的经验 所以呢我觉得因为我的职业经验 对我的客户来说他们很佩服我的经验 所以呢他们有什么问题都来找我问我 我就觉得他们很尊重我 我也觉得很自豪 所以呢当然是二十多年的坎坷 也改变了我的社会地位 我还是觉得美国给我们很多机会 只要很刻苦努力 我们的机会比要是在国内的机会的话会多 我是1984年来美国的 在这之前从出生到大学毕业都一直在台湾 在那个年代出国留学 有起来美国是许多年轻人的理想 因为美国地大资源丰富 科技发达 高等教育更是世界第一流 而且在台湾社会 我们看到许多领域的领导人 都是曾经来过美国留学 甚至拿到博士协会的 所以我想趁自己年轻 没有负担的时候 来美国走走 看看美国到底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在台湾工作了三年 存购了钱 1984年来美国 刚来美国最大的困难当然是语言 我们在台湾的国中高中 虽然学了六年的英文 但那基本上是教科书的英文 跟实际生活的应用根本不能相比 所以无论是听、说、写 我们都必须在来到美国后 重新写起 到公司上班后 我发觉美国公司文化 跟美国人的工作态度 跟台湾社会有很大的差别 在美国 无论任何事、机会或职务 你都必须积极地为自己争取 不然人家会以为你不需要 或你不想要 而这种为自己积极争取的态度 在东方社会或台湾 是不被允许的 甚至是会被看不起的 所以如果适应这种不同的 公司文化跟工作态度 对从东方世界移民到美国的人来说 也是一种挑战 美国移民法规定 要依就业起得永久积留的身份 必须先得到雇主的支持 但并不是每家公司 都愿意雇佣移民 然后支持转换身份 所以对这些人来说 要找到一份好的工作 当然挑战度就比较高 早期发展移民 给人的刻板印象 总是跟中餐馆连结在一起 近来大部分的移民 都是经由留学就业 所以一般来说 他们交易水准高 工作努力 平均收入也不错 但是给人刻板的印象 却变成他们大多专注理工科技 没有声音 而且不参与美国主流社会 所以我希望我们下一代 能够更扩展我们的灵意